如果有一款饼干会去白宫甜品师 法国知识大师 日本甜品大师 三位大师于一堂共同研制 它能有多好吃呢 我说的就是这款号称东京伴手里 第一名的小饼干 还有个昵称叫贵妇饼干 原因嘛 现而易见了 下单后等待了将近一个月 我终于收到了 打开后发现买的时候天热 里面的馅料都融化了 脆弱的小饼干几乎全军覆没 好在味道还是不错的 那就来简单仿制一下吧 官方介绍说饼干体是猫舌饼干 里面的夹馅有黄油芝士白巧克力 其实法国猫舌饼干是个很经典的配方 原料很简单 基本的黄油鸡蛋糖奶油面粉 做法也很简单 黄油软化 加糖粉 先打发到有点发白 慢慢加入全蛋液 加奶油 搅搅匀 低筋面粉加玉米淀粉 锅筛 拌进去 形成这种状态的面糊 买一个专门做这种饼干的硅胶模具 把面糊挤进去 刮刀抹抹平 放入预热够的烤箱 烤到边缘焦黄上色就好了 烤好的饼干趁热还是有点软软 应该可以在它变酥脆之前赶紧塑个形 这个方子问题有点多呀 面糊太硬很难抹匀 烤出来的饼干很厚 酥脆但是缺乏韧性 所以无法弯曲会开裂 我猜应该是配方里的干粉太多 液体比例不够 那减少粉类试试 做法还是一样 现在面糊状态对了 很容易抹抹匀 但烤出来的饼干还是无法弯曲 一碰就裂 可能是制作手法的问题 网友打发 拌入了太多的空气 饼干太酥脆缺乏韧性 那我试试不要打发 直接融化 拌入面糊 烤好的饼干变薄了 但依然过于酥脆 根本没有办法弯曲变形 看来是配方的问题 可能是油脂过高 油脂包裹面粉颗粒后 会降低面粉筋度 所以是酥脆有余韧性不足 那把全蛋液换成蛋清 再试试看 终于有点那感觉了 饼干有了韧性 趁热可以弯曲定型 只是酥脆感差那么一点 可能是蛋清里的水分太多了 没关系 在面粉油脂水分 这几个比例上 再微调一点点 应该就没问题 最终的配方 饼干刚出炉的时候 趁热用木棍定型 冷却后就会形成这样的形状 里面正好可以装馅料 首先是奶酪黄油霜 软化的黄油加糖粉打发 软化的奶油奶酪打发 两者混合 烤过的八大木 切切碎拌进食 用裱号袋挤入饼干 接着是白巧和饼隔水融化 加入软化的奶油奶酪芝士 拌匀了拿去冷冻 切成条 注意看原版饼干其实塞的不是一整条 是两边各一小条 我觉得应该不是为了结上成本 可能塞多了会很甜腻 那我也原样复刻吧 终于做出外形看起来很类似了 但是吃起来像不像还是要试一下 结构还是蛮像的 毕竟从饼皮到内馅到芝士条 都是我精心研究的结果 但是口感还是略有不同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用的 芝士量比较大 所以它吃起来芝士的浓郁的口感会更明显 以及像我做饼干的时候用到的都是有盐的发酵黄油 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微微的咸味 就我觉得我的更好吃了 没有那么甜腻